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亲爱的听友您好 这里是与幸福有约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冉 在我们节目当中呢 我们的主讲嘉宾依然是永固法师 您好永固法师 小冉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连续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 在这几期当中 可以明显地听出来 我们的主要的思路 是引领大家回家 是 回家的路 回家的路 所以呢 我们在节目当中 跟朋友们一起聊到了 怎么回家 回家要听爸爸妈妈的话 回家要让自己的身心安顿下来 所以自然地就讲到了 佛教的戒律 在上一期节目当中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在一起共同学习 星云大师的 我新制定的佛教的戒律 食药食不要 那我想节目开始 还是请永固法师 跟我们再把食药重复一下 是 上个星期讲的 我都觉得 这有句广东话讲说 过不了自己这一关啊 太快了 太快了 对 因为我觉得这些 它还是要有一些消化 要有一些跟自己的情况 要去对照着去看一下 去想一下 所以也很好了 我们就临时起意说 那就留到这一周来 跟大家分享 尤其我觉得 因为其实今天这一集 是2015年的最后一集 是啊 也是我们都进入要 圆满这两年的节目了 当然明年有一个新的局面 新的开始 但总是这一集呢 它就是一个 我感觉 通常我在 一般来讲 他们到12月31号是吧 然后就到了12点了 要倒数了 对 这些 对 那我过去啊 在纽约的时候 我听他们讲啊 去倒数的人 哇上百万人 挤在那个 曼哈腾第五大道 面对那个 那个叫做 那个叫 Time Square 然后看大苹果掉下来 大家好像都很兴奋的样子 但是我 我自己有注意到 每一次到这个时候呢 是我让自己归零的时候 回到出发心 回到起点 我需要聚集一些 反省的力量也好 醒失的 这种力量也好 我觉得时间对我来讲 很重要的 我要再出发 我一定要把我今年 做一个很好的 这个 怎么讲 就叫归零嘛 回归零 要让一切重新开始 那个决心是很强的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集里头 我们还是谈到 佛陀教导我们行为的准则 我们称为戒律 然后在与时俱进的这个过程当中 那么跟现代的 这个意义要能够相符合 相辅助的 我就特别提出 大师写的这一篇 在平生有话要说的 这个 就是大师制定的佛教的心戒律 那么 所以才谈到 刚刚小冉要我再付出一次的这个食药 对对对 好 所以呢 经过一周的 就一个星期前 我们提出来 我不晓得听众朋友们 还印象中还有哪一些 但我比较能肯定讲 大概是第一条是最有印象的 要正常吃早餐 所以这些天来 不晓得大家 是不是都把这一点都做到了呢 要正常吃早餐 你如果正常吃早餐 你就发现你一天的 这个时间的掌握 非常好的 所以这个在佛光山可以讲 这第一条戒律 那也是通行于所有的人的 是吗 那第二个呢 要有表情回应 其实我 我真是看到之后 我看到第二点 我就觉得 哎呀 真是广东话叫猴才 就是幸亏 这是好在我做了修正 要不我第二关就被 就打回票了 不会吧 法师每次跟信徒们 在一起的时候 都是那么的亲切慈祥 而且又是寻寻善 又彬彬有礼的 您当然做到了 所以这个叫修订版的 永固 其实呢 我 我以前是 没有表情 我大概是太认真了 然后又很要求完美 不是只有要求自己 我还要 连 就是 很普及的 就要求别人 也要完美 就是容不下事情 做得不够好 这些 那其实 我后来都才理解说 原来要求完美呢 真是给身旁的人 好大的压力 那当时我说 大概是性格上 自己那么的 严谨啊 严肃啊 这样 所以 我想我样子不是难看 可是呢 在我们 我小时候啊 这个街坊邻居啊 跟我同年龄的 就是差不多 我们这一辈的小孩 因为我也从来 不跟他们玩的 我只是看书 那只要我出现 他们就会说 啊 暴君来了 嗯 嗯 我 这个就是 我的名字 其实叫人君呢 哦 啊 就是您俗家的名字 对 俗家名字 我俗性管 管理的管 名字叫人君 人类的人 君子的君 人君 但是 同音嘛 就仁爱的 对 仁爱 人君 那他们不叫我人君 都叫我暴君 嗯 是给人很 很 就是要求 啊 规定啊 然后 给人压迫感的那种感觉 嗯 加上我是从来不孝的 嗯 所以到 嗯 佛学院 我们 读书 我还是学生 那师傅 就大师是我的院长 也是我的老师 啊 他又是上课 上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就停下来了 嗯 嗯 这话风一转 嗯 嗯 就是说 各位 尊贵的 法师们 嗯 哎 我心里想 嗯 哪有师傅叫徒弟 叫尊贵的法师啊 是啊 嗯 然后师傅接着说 请你们下课之后 去照照镜子 去看看你们的尊容 啊 那这样我其实心中 已经有底了 因为我的样子 是很难看的 嗯 我不笑的样子 是很可怕的 可以这么说 嗯 哦 其实心云法师 心云大师 是用这样的一种提醒 嗯 让大家都 是 那后面讲的是说 请你们去照着镜子 看看你们的尊容 能不能让 看到你们的人 就对佛教 生起 呃 信心 对佛法 生起欢喜心 嗯 那个给人信心 给人欢喜 当时大师还没有提出 是给 那个年代还没 三十多年前嘛 嗯 但是至少讲 我们的表情要有回应啊 嗯 呃 表情要微笑啊 这些啊 嗯 所以我真下课就去照 然后就就下了自己啊 那么当然就练习着有表情 有回应啊 练习着呃 讲话呃 呃有这个 有一点起伏吧 有点强弱吧 就是有点感情吧 这样就柔柔软语这样 嗯 都是在出家之后 在佛光山学来的 嗯 所以我看到这一点说 这个食药啊 药油表情回应 我说哎 好 还好 还好 我修订过了 嗯 所以这条我是有信心的 在工作岗位上哦 他要能够呃 得人缘 要人和 甚至于他领导别人 这些都是原则耶 嗯 是吗 对 提拔后学 嗯 推荐好人 赞叹别人 啊 这个都是与人为善 哦 一种菩萨道 那第六呢 学习忍入 我想这个也是不分 类别所有的人 应该都要有的 这个功夫 跟一定会要经过的 过程吧 嗯 忍入 嗯 当然这个忍入 其实我要讲 忍入也是练习来的 对 它跟心量有关嘛 对 对 如果真正能忍的人 到最后 其实叫忍无可忍 对 没有东西要他忍啊 让他忍了 对 是吗 对 没有东西让他生气 不以为然 愤愤不平 没有啊 所以不需要忍啊 对 嗯 其实忍无可忍 并不是我们一般人 理解的那个层面 是已经不能忍受了 其实他已经是 海纳百川 是 是是 他没有需要用到人的 这个功夫了 嗯 那从第七 你看 掌养持悲 第八 要能有道德勇气 这个掌养持悲 持跟悲 是 持是给人欢喜 悲是拔除人家的 这种苦痛烦恼 所以是拔苦于乐 去除人家的苦难 挂心 给予人家安心 欢喜 那这叫慈悲 嗯 所以这个也是 这不是只有有涵养了 这个当然要进一步讲到 真的你这个 在修行的路上 哦 慈悲啊 这佛教的 佛陀教导的 这些 也是根本的精神 慈悲 嗯 然后要有道的勇气 这个道的勇气 呃 关系到 比如说 呃 错误的 不当的 你应该要提出来 对 那对的 好的 你也要去 赞叹 对 去 是 嗯 这些都是啊 然后 上次我提到的这个 第九个 要能知道 惭愧啊 对 在佛门里头啊 指责人最严重的一句话 就是不知惭愧 对 这个太严重了 我都没有办法想象 如果我的长辈告诉我说 你这个人 真是不知惭愧 我真的觉得无地自荣 我不知道放在哪里好了 哦 所以就是 对我们来讲是 我把它形容 哦 叫做断头罪 哦 哦 你在世界上有法律 去判一个人 说哦 你这个违法 你犯什么法 哦 定什么罪 这样哦 在佛教里头 是没有定这个罪 嗯 但是呢 呃 如果被认为 你是不知惭愧 那就已经是 你已经没有资格 在这个身团 在这个修道团体里头 在立足的 嗯 哦 很严重的 非常严重 同时也是在提醒我们 你要不断地去 一日三省无声 嗯 那第十个 守时守信 这个呢 呃 师父告诉我们 那个重视承诺 信用啊 呃 师父是身体力行的人 这一点 我们还是要加油 有的时候哈 我们开会 我觉得慢个三十秒 没关系 那师父说不可以 三十秒都不可以啊 对 我记得有一次 我在中华总会 当秘书长的时候 因为那个副总统来 我就看他们两位 长者才见面 才呃呃 呃呃 刚刚见面 但是我时间 就已经到了嘛 我就跟师姨讲 我们用这个 传话的 这个节目说 呃 给他们讲三分钟话吧 我们慢三分钟开始 那师父念我这一点 念多久 永固 你让我慢了三分钟 这里有几万人 就是几万分钟 啊 你让我信用都守不住 哎呀 吓死我了 对不起 我我我 但我也不用解释 我想了些什么 都是多余的 我之后呢 再有这种场合哦 啊 我跟各方联系 倒数 十九三二一 爆啊 这样 就是一秒不差 嗯 师父就说 嗯 永固进步了 嗯 哇 原来守时守信 可以做到这样的程度 嗯 哇 我就觉得师父 这真的是楷模 师父 也也要我们佛教徒 或者我们华人 其实这方面是要加强的 是吗 啊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稍后回来 这么精彩的内容 实在不忍心打断您 不过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回来 精彩继续 心中有欢喜的人 到处是赏心悦目的景色 心中有禅定的人 耳闻是八万四千的诗迹 心中有佛法的人 面对是善人善缘的世界 新的一年开始 为家人点一盏光明灯供佛 就是最好的礼物 父母为子女点灯 祈愿子女聪明乖巧 学业进步 子女为父母点灯 祈愿父母身体健康 多福多寿 更重要的是为自己点亮新灯 增长智慧 广结善缘 家庭和乐 诸事平安顺利 多伦多佛光山市 每逢农历初一十五 都会举行光明灯法会 为点灯者送金消灾直服 也欢迎大众同瞻法医 想了解更多点灯功德和意义 可浏览网站 www.fgs.ca 或致电905-814-0465查询 新云大师开创了多伦多佛光山 位于密西沙加市6525 Milk Creek Drive 查询电话 请洽905-814-0465 905-814-0465 多伦多佛光山 定于1月23日 星期天早上10点 举行光明灯圆灯法会 祈愿以诵经礼拜之功德 回向点灯供佛信众 福慧增长 家庭和谐 社会安乐 世界和平 欢迎和福历临 年乡礼拜 同瞻法喜 查询请致电905-814-0465 或浏览网站 www.fgs.ca 好亲爱的听友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时间真的是分分秒秒都格外的宝贵 不仅我们的广告时段 您体会到它的精彩 我们节目的内容更加精彩 前面我们说了食药 现代修行生活的食药 不光是修行生活了 我们平时做人 基本的人生准则 这应该以此为标准 这应该是非常积极的一种 做人做事的方式 品德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说人成及佛成 我觉得就说暂且不谈成佛的高远的目标 但是你先把就在你脚边的这个做人 把它做好了 做好 路自然就是直通直达成佛之道了 如果这样讲来的话呢 刚才这食药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做到的 努力可以做到的 所以这样讲戒律就不是那么难了 是 它基本上其实就是让我们 真的叫做明便是非邪正 你知道事情的一个理之所在 然后你就按照这个理去实现它 我实在讲真的不是什么难事 因为只是生活中把人做好而已 而且你真的做到这食药 很自然的 你人缘也好 各方面的因缘关系通通都会变好 对那你可以慢慢的就是朝那个智慧呀 然后心想事成啊 朝着这个方向在转变了 是是是真的观念一改 整个世界命运都改变了 所以这个食药呢 给我们提出的是非常详尽的具体的做法 接下来食不要呢 大师写了这食不要呢 我觉得我也觉得很好奇 因为第一个就是写不可好买名牌 不可好买名牌 也就是说可能是有的人非常喜欢 专注在我就只穿名牌 是针对这样的一个一群人 告诫我们吗 不要好买名牌 可是我觉得出家人 他不存在说要买名牌的吧 难道 这个这个是通于所有的人 那原则上我们都是平身的 哪来的名牌啊 是 出家人穿的都一样呢 孙服 对 所以这个不可好买名牌 跟不可买名牌 我觉得中间还有一点不同 对对对 它都一个好 好就是依赖追求 沉迷 那你如果因为或者虚荣心或者什么 那盲目的要去追求它 那你就是被这个物欲洪流给带着走了 我曾经有一次呢 有一位比较早期 一位师姐呢 他就那次我们是什么筹款活动 他就捐了一颗钻石 不是一颗一组 这是项链耳环 还是什么 这是一组 我就说我们的义脉没有卖到这个档次的 他说师傅那你就帮我处理吧 我说这些你不用吗 他说以前因为做生意的关系 你不带一下给人看 人家就对我们就没信心 我带给人看 现在我都退休了 所以这些就变成没用的石头 如果师傅你们办教育需要 那你就帮我处理一下好了 像这样子 他有名牌 但是他不是被好像控制住 他不是不能做主的 他可以决定什么时候使用 什么时候不用 某一些 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一样 你在社会上某些场合 你是要适当的 或者穿着 或者是装扮 这是礼貌了 但是你不可以好买名牌 也就是被自己的物欲所制服住了 签盼住了 成为了这些物质的奴隶 对 就不行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给我们所有的人一个很好的原则 第二是不可轻慢他人 第三是不可嫉妒好事 第四不可侵犯他人 我把这三个连在一起讲 我也觉得这个是 轻慢 是轻视瞧不起 慢有那种把自己抬高 把别人压下去的那种气势 那种感觉 很自负很高傲 那你要是说自负吗 自大吗 你就你自己吧 也不会去就是伤害别人 但是如果是到了慢 那种是已经有 焦慢 焦慢是有这种损人家的信心 类似就是以强凌弱 有那一种气势 就是有伤害别人感觉的那种 让人觉得他不如你这样 所以这个轻慢 他程度上轻跟强两方面都包含了 所以我想我们如果是一个基本上有涵养 或者说一个现代的学佛的人 比如讲了 我现在假设 我一天都念佛五万句 你呢 你看你 你就五千句就有什么了不起 你哪能跟我比 比如这样子 看起来你叫做很精进是吗 你拿这样子去欺凌人 这个不行 你不能欺瞒别人 常不清菩萨 看所有人都是未来佛 我都要礼拜恭敬 所以我想这个是师父给我们很好的指导 那嫉妒呢 嫉妒好事 嫉妒就像一把火在烧 但是嫉妒到最后通于嗔恨不满 那实在讲嫉妒 我觉得我们都庆幸 世界上有这么好的人 世界上有这么好的事 哎呀 佛教有这样的人才 哎呀 怎么 我们都庆幸 这个世界上有这等好人 高兴都来不及 我们怎么会不想别人好呢 这也是一个心胸的心胸的这种问题 他太狭隘了 是 这个也是一种自卑的流露 就是说自己感觉自己不如人的时候 他会有种反面的表现 就是嫉妒别人 所以这个也不要这样 我觉得真的还是那句与人为善 这个世间才会美好 不然难道是要大家都同归于尽啊 对 什么 所以这个不嫉妒 那不侵犯他人 这个我们这个月份的话题讲了很多了 尊重 尊重 对 那第五是不可语言官僚 哦 这个怎么讲 官僚啊 用这个说话 我们本来是给人家很很随和 给人家很有信心 很欢喜的这种讲话 师父都说像阳光 像花香一样 这样的讲话 我觉得我们节目就有这个感觉 那官僚呢 是端着一个架子 然后语言上的霸凌 有的时候也不是叫霸凌了 我有一次在机场 听到有一个人很大声 突然间讲得很大声说 我有钱 我就是有钱 你怎么样 好多人旁边听懂的人都笑了出来 没怎么样 对呀 哎呀 总之我觉得这个语言要涵养啊 对 不要打官枪 也不要张扬 对 其实人家尊重我们 我们不需要这么高调的讲话 对 你如果 其实差不多是你越是谦卑 人家越是尊重你 谦逊之德 嗯 六千 就是在《易经》里面讲嘛 那个最和和的 六遥皆顺皆好的 只有千功 就是 一定能给你带来好运 所以不可以语言官聊 第六个呢 是很有意思的 嗯 其实各位如果可以的话 真的看回大师写的原文 解释的很清楚的 这第六条叫 不可去做非人 非人 人就是人呢 怎么会是非人呢 嗯 但这个非人可是佛陀提出来的哦 嗯 这个怎么讲呢 佛陀讲啊 这个世界上有五种人不像人呢 叫五种非人 啊 就是说他们的状态 他们做事的方式 不是人该有的状态 可以这么说 这五种非人呢 第一个呢 是应该笑的时候他不笑 嗯 我我其实我在佛学院第一次听到师父 就说经典里头佛陀在讲 说我觉得好有意思哦 佛陀这么可爱啊 应该笑的时候他不笑 嗯 非人也 哦 第二个呢 应该欢喜 谁喜的时候他不欢喜 哦 他这么好的事情 大家很欢喜啊 对 他在那里不高兴哦 哦 他那里讲酸溜溜的话 当喜不喜 哦 哦 哦 非人也 嗯 然后第三个呢 应持不持 就是你应该持 持是 我刚讲慈悲 慈悲啊 给人欢喜的时候 你应该要令人欢喜 他不要 哦 他非要讲话 让人难受一下 哦 嗯 那第四呢 文 恶不改 听到 人家说我们有什么地方不好 他说 我天生这样 哦 真有这种人 我本来这样 是有这样的人 我 我 我就不改 比如这样 哦 文恶不改 非人也 文恶不改 嗯 第五个呢 呃 文善不乐 哦 也可以讲 呃 文善法不着意 嗯 你听到 呃 这个善法 哎呀 这个这个 太 呃 太重要了 太有意义了 啊 这个对我们很好 我应该照这样做 但是有的人呢 他就不着意 他不高兴 他就不记得了 听听就没了 嗯 嗯 有啊 真有这样的人呢 嗯 文善法不着意 这个嗯 这个很难帮呢 对 啊 那是不是说他的 嗯 从善的姻缘还没到 那怎么办呢 对 他善法的讯息还不够 啊 我们也不要放弃 啊 就让他多文讯息 最主要是让他明白 呃 这些因缘果报的关系 如是因如是果 你 文恶不改 文善又不乐 那你只有朝着恶 一直去 啊 远离的善法 对 最终恶的因 招致恶的果报呀 嗯 哦 哦 哦 这一点非常重要 不可去做非人 嗯 嗯 嗯 所以对这个 呃 非人呢 佛陀讲的五种 不像人的人啊 嗯 哦 这个呃 叫应孝而不孝 哦 就当孝不孝 当喜不喜 嗯 应当而持 就给人欢喜哦 你又不给人欢喜 啊 然后听到 又不去从善 嗯 又不去断乐 对 哦 这是不像人哦 真的真的是 哎呦 如果这样五句 连在一起 想 我们身边 或许会有这样的人 假如我们遇到 这样的人 哇 真的要赶快 把这期节目 给他听一听 让他 有机缘哈 可以进行自我调整 改善 嗯 我们后面还没讲完呢 啊 没关系啊 那我们 我们还是 哎呀 师傅 我真的是不忍心 打断您 这样我们还是 进一段精彩广告 回来以后 继续我们的精彩讨论 好 多文思维修行 可以开发我们的智慧 去贪 断称 除吃 可以进化我们的心灵 新的一年开始 为家人点一盏光明灯供佛 就是最好的礼物 父母为子女点灯 祈愿子女聪明乖巧 学业进步 子女为父母点灯 祈愿父母身体健康 多福多寿 更重要的是 为自己点亮新灯 增长智慧 广结善缘 家庭和乐 诸事平安顺利 多伦多佛光山市 每逢农历初一十五 都会举行光明灯法会 为点灯者送金消灾直服 也欢迎大众同瞻法医 想了解更多点灯功德和意义 可浏览网站 www.fgs.ca 或致电905-814-0465查询 好 亲爱的听友 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精彩不容错过 那刚才呢我们听永库法师 在跟我们大约的讲了一下 不可去做非人 哎呀真的是要 我要自我反省一下 我会不会有的时候 不经意之间就会 有一点点某种 不可做的这种状态 所以我觉得这一期节目的学习 非常非常重要 嗯 是很细微的哦 对 尤其我觉得出自佛陀的这个教导 我就觉得佛陀是 我们一般在经典里头 有时候会感觉把他神格化了 把他想象中神通广大如何 其实佛陀 我更觉得他就像我们的老慈父这样子 就是教我们把人怎么做好 光第一个就很有意思 当笑而不笑 不像人哦 而且佛陀他可以观察人 这么的细致入微 所以不仅能够看到 我们的表面的这个表情 还能够看到我们的内心 嗯 太妙了 太妙了 好 那我们要进入第七 不可承诺非法 嗯 什么叫非法 它就是包含不合乎法律 法律每一个国家不同 所以我们在 你生活在哪一个国家 哪一个地区 你就要注意当地的法令 所以第一个 你不可以去承诺 或者去做那些 不合当地法律的事情 那第二当然就是 不合乎佛法的事情 嗯 嗯 所以不可承诺非法 对 第八呢 就不可打扰别人 嗯 这是多么样的 去体谅 去尊重别人的 不管是别人的时间 别人的空间 别人的感受 你不要去打扰别人 嗯 所谓弟子归讲 人不闲 勿化扰 嗯 人不安 勿饰扰他 嗯 其实就是你不要去打扰别人 你看到别人在说话 在做事的时候 嗯 不要去打扰别人 对 这有所谓说 林洞千江水 不饶道人心 嗯 所以当你的心 很细微 也可以讲是 你的智慧的能力 关照到程度 对 关照程度就会更细微 嗯 我什么情况之下 这样会动摇他的心 嗯 甚至影响他的心情如何等等 我这句话讲了 会影响他如何 嗯 嗯 那这些我想 随着个人的这种 呃 修为的提升 哦 是可以关照得到的 嗯 所以 这一句 不打扰别人哦 一般的人又说 哦 对了 我就不打电话 去吵他了 我不按门领 不是只有这样 对 还要更细微 更深刻的 嗯 好 第九呢 不可轻易退票 嗯 退票啊 就是我们讲 就承诺别人的事 毁约了 毁约 啊 哦 叫退票 所以他跟前面那一条 就是要信守诺言 守时守信 是相呼应的 对 然后第十 不可无理情绪 嗯 这个倒是 呃 情绪这件事情哦 真的 呃 对现代人来讲哦 当你 呃 就是 放纵自己的情绪 去伤害别人的时候 你心中都没有别人 你都不晓得别人的感受 那是很自私之力的 呃 要说是 行菩萨道的人 他是不会这样做的 他是不忍心伤害别人的 嗯 可是在现在生活当中 呃 有很多人 他会比较自我 嗯 他会比较任性 就是我们讲的任性 这个就是无理情绪啊 他会比较愿意 呃 我高兴 我怎么说 我高兴 我怎么做 真的是 不太在意周围人对他的反应 甚至有的人说 我行我素 我是君子 嗯 还君子啊 因为因为他他觉得他自己这样做是对的嘛 他以为是折善固执 对 对 我突然间又想起来 呃 因为讲这情绪啊 呃 不怕大家笑啊 我年轻的时候刚出家 呃 那时候刚毕业吧 我还有个呃 呃 绰号叫做情绪带王 您 嗯 会吗 哈哈 我看小软的眼珠子都掉下来 哈哈 简直是无法想象不可能您太谦虚的这种说法 是真的 是真的哦 但我我其实我提出来我我之所以提我也是不怕大家笑了 这都是一个过程嘛 那么就是因为我很要求不是吗 嗯 我我之前有讲过性格要求完美吗 不是被叫暴君吗 嗯 那呃 你看我不是暴君就是怎么带王这样啊 嗯 哈哈 那那因为我毕业之后 其实我 才几年我就当寺院的当家就主管啊 嗯 那还是一样要求 我的习气改还没改啊 嗯 那么就要求 那要求不来我就发脾气了 那我发脾气呢 我又觉得我是君子 刚讲我是君子啊 呃 呃 嗯 我有涵养啊 所以我就不对外呃呃 骂什么我是不骂人的 我就关起门来闹情绪了 啊 您自己会跟自己生闷气 嗯 然后我这一关门 这是我们常常会有的 嗯 我这一关门我不理会什么人什么事啊 我就想好 你们让我生气 我就呃 你们事情就搁着吧 呃 因为我是主管嘛 嗯 我我不签字 我不动 我不回应 你们就等着吧 嗯 谁叫你们让我生气啊 这样的 嗯 这样的情况哦 后来我是怎么修正呢 就是 我觉得师傅也用了一个间接的方法教我 就是我们有一位法师他也在闹脾气 嗯 但他是对的 他是在委屈 嗯 他生气有理 但是他会影响常住的事情 就大众的事情 嗯 师傅呢 就让我去劝他 嗯 嗯 但我就觉得 你你虽然有道理 但你不能这样 你快要耽误常住的事情了 这样哦 嗯 嗯 当然后来师傅说 你帮我把他带来 我跟他讲话 嗯 其实后来 他因为他已经 呃 一整天都不吃饭了 嗯 那师傅要我带他 到 到师傅 呃 这个谈话的 这个厅里头去 呃 我跟他讲了 他说 嗯 好 那我就见师傅 其他人我不见 我说好 我帮你开路 嗯 真的去哦 师傅已经叫人家煮了一锅面 师傅亲自咬一碗面 跟他讲 先吃吧 嗯 因为他一天没吃饭了 对 当然什么事情都化解掉 可是我看在眼里 我想 哎 一个小徒弟生气 都要我们师傅这样子 嗯 那他还 还是一般的职事 都影响到这样 那我是主管 那我要 破坏多少事情 伤害多少人 让多少人担心 我真是太残忍了 嗯 嗯 所以我想 这就是一个过程 我终于明白到 呃 当我在闹情绪的时候 我令多少人为我担忧 我还受什么比丘尼戒 受什么菩萨戒啊 啊 我根本都没有照顾好众生的感受 嗯 所以就 嗯 下一次在有事情让我 真的是生气有礼的时候呢 很快的那个 你有这个观念 就有自觉的时候 我们师兄弟跟我讲说 我这个改的力量很大 不知道哲已 嗯 我知道了 嗯 不二过 嗯 之后就 这个情绪带完就往生了 就被超度了 嗯 哇 这个过程 我相信 嗯 我们一直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 从师父的这一席话语当中 我们也能够悟到什么吧 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 确实会有一些难免让我们不开心或者生气或者我们自己认为很不开心很生气的这样的境界出现的时候 嗯 回过头来 您认真地来听这一期的节目 相信您很快就能够提升 这个也是无意中讲到一个改的反省跟修改的一个过程 对 嗯 真的是无意哦 就是这是最后就今年度最后一集 我觉得嗯 也是提供大家呃有一个反省的呃余地吧 嗯 去想想呃 反省而改过呃 影响新的一年会是一个更好的起点出发 嗯 所以呢 我们这几期节目连下来我们的主题一直是回家 一直是回到家里去听爸爸妈妈的呃 聆听爸爸父母的教诲 那我们回到道场 回到佛陀的家 回到与幸福有约的家 我们一起来听佛陀的教诲 一起来听星云大师的和听顾师傅永固法师的教诲 其实就像我们回到家里在听父母的教诲是一样的 嗯 让我们清洗 让我们归零 嗯 让我们能够重新开始 是 所以我们的与幸福有约啊 呃 走过两年哦 真的 到现在还回想不断呢 真的吗 嗯 我这一边呢 呃 因为上次我们不是也有呃电话采访到 一日法师吗 嗯 他就把他在台湾呃 呃 丰园啊 屏东啊 呃 高雄啊 呃 一些就是收听的人的回响又在line给我看 哦 呃 成长播出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历的一些特殊的事情 比如说书分师姐提到了我们的联合宗教的这个御佛节了 佛光素宴了年宵了 在这些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 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在直播 哇 那个时候真的是海陆空调动啊 是 通常我们两个人一起坐在呃录音室里头嘛 哦 那那个呢是你在录音室 然后我在活动现场 对 啊 我都其实我有点担心我的那个手机会不会爆炸 这样 已经都一个小时滚烫烫的了 对对 但是就可以把现场的呃情况就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哦 还有呢就是师傅曾经一直有一段时间是在海外 是回到总本山参加会议或者在日本去学讲经什么的 在这个时候我们也进行越洋电话的连线 是 很有意思 我还记得一次是一大清早你打过去 我们总计划的人还跟你讲 哦 法师在休息请不要打扰 对 没错 吓了你 对呀 因为节目是on air 对 进行中 对 哎呦 这些真的就像 就像发生在当下 也就像在昨天 嗯 这么快哈 嗯 两年了 嗯 嗯 好像我要跟听众朋友们说 要说点什么了 哈哈哈哈 还是先广告好 欣赏之后再回来说 好的 好 听众朋友 一会儿见 嗯 嗯 鱼者在外境追逐意识的遇乐 因此苦上加苦 智者从内心找到永恒的平安 所以喜悦无穷 这一年这么快又要过去了 在2015年最后这一期节目 最后的这十三分钟里 我们先和听众朋友们一起静下心来 一起欣赏佛光山上 佛光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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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冰中把中间红的道场 安和勒离 人生佛教的榜样 这是柳河的圣团 这是其中的词汉 佛光山上 殿与回望 佛光山上 身陷流放 佛光山上 殿与回望 佛光山上 身陷流放 是落定回散雪城上的道场 背着缘起 死到名山的榜样 这是麟山的再现 这是志愿的冲光 佛光山上 殿与回望 佛光山上 身陷流放 佛光山上 殿与回望 佛光山上 身陷流放 佛光山上 殿佛光山上 佛光山上 佛光山上 中间那 applicant 我真的在这一刻 我觉得非常感 冯光山在培养我 在伴随我成长 非常对不起 我刚刚也差点讲过出来 其实录这一集前 我鼻头就稍微顺了一点 顺了一下 听众朋友们可能不知道 为什么我们有点 我们的 我们的节目 在勇固法师的精心指导 在听 在我们制作组 还有编辑组的这些 一期一期节目的 精心的策划编排当中 已经伴随着大家 走过两年的时光了 在这两年当中 无论勇固法师有多么忙碌 无论他身在哪里 定期 都会在这个时光 都会在这个波段 与听众朋友们相约 相聚 无论你能不能来到 佛光山多伦多的道场 无论你身在何处 勇固法师的心 永远牵连着大众 牵连着大家 所以在这 辞旧资旧迎新的最后一期节目当中 我说佛光山的心 永远与大众在一起 佛光山的节目 无论新年里头 有了怎样的一些开端和调整 就像这首歌里唱的这样 发水涌流传 小冉啊 刚刚说了我几句 其实 我说我们都有一点 这个触动到 这个内心深处 其实不是为了我 是为了小冉 对 我觉得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 有一个 这个很 怎么讲 要说 总要说一下 因为这是我们小冉 最后一次主持我们节目 当然我希望以后 还有机会是 客串演出 结个缘 因为小冉就要回流 回到北京 是 那么 所以我就 我说这一集节目一开始 其实是有一点 也算感触吧 这个节目其实是 小冉参与我们这样策划 然后这么好的一个开始 带动着整个的话题的运作等等 那么 总是 这么 可以讲是那么投入的 真心的 跟着 这个节目也好 陪着听众朋友们也好 走过这两年 所以真不好意思 我们刚刚都有一点点 不过 总是我觉得 小冉 回流 那吕杰 暂时在满地壳工作 其实呢 我也会 正在努力中 让满地壳 也可以 进行这个 节目的录制工作 所以 吕杰 还是会归队的 然后呢 我们这段时间 其实也在 我们 佛光人 这些新加入的菩萨之中 就是 也让几位新的菩萨 就是 也来 试着 就是 应该讲 试着学习 怎么样 把这个主持人的棒子 给接下来 所以 我们应该把感 这种 有一点点感触 转为一种 很欢喜的 迎接新的主持人的 这个开始 好吗 好 那么我们先来听 这样的一个声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昆萨 未来的岁月里 我将会陪伴听友们 一起继续牵手 与幸福有约 这个栏目 共同感受师父 带给我们的佛法滋养 各位与幸福有约的听友们 大家好 我是张磊 希望在未来的岁月里 我和大家一起 共同聆听顾师父的声音 和大家伙共沾发喜 听到了吧 这是我们新的团队伙伴 他们要加盟了 其实师傅 在最后这一点呢 我也想说一说 我的要离开 其实这是佛法的 一种生活当中的应用 人生就是 有各种各样的姻缘 我不是离开了这个团队 永远不再回来 我只是暂时的姻缘 把我送回了老家 把我送回了另外一个 一个工作场所 但是我的心永远在佛法上 在这两年多来 在顾师父这里的学习 以至于五年多来 在佛光山的修学和成长 让我能够把佛法应用 在当下的生活当中 因缘和合乃具足 所以无论我在哪里 我立的志愿 此生为佛法而活着 所以如果有姻缘 不管我是在北京啊 还是在多伦多啊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还是愿意回来 如果有特殊的需要 当然需要 有特殊的需要 所以我会加油 我会努力 好 所以我们也祝福 我相信听众朋友们 也会跟我现在所讲的一样 就是祝福 那么大家一起祝福小冉 就是在影像新的一年 能够真的如你所说的 你把你的这种 你的才华也好 你的心力呢 要奉献给佛教 为佛法而活 那么我也希望家庭事业 各方面都能够 这个姻缘顺利圆满 非常感恩感谢 也祝我们与幸福有约 以及欢喜自在 还有呢 就是心灵花园 我们佛光山 举办的多重的佛教节目 能够在新的一年里头 蓬勃发展 能够在我们多伦多地区 乃至于全球 在北美 在全球 在佛光普照的地方 永固法师的声音 能够流传 是观音菩萨的声音 在流传 我从来没有觉得 这个叫做永固的人 他在传什么 我觉得他是一道桥梁 如果他有用的话 就尽量去用它 如果这个节目也好 这个音声也好 那尽心尽力的 只是真的为众生 做得度的姻缘 他就是其中一个姻缘 好了听众朋友 总是要说再见了 我们在新的一年里 祝福每一位听友 能够发喜充满 福慧增长 也感恩您继续收听 我们的节目 感恩永固法师 阿弥陀佛 好听众朋友 新的一年 我们再会 再见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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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时能再见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见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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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时能再见 应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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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又会相见 永远 永远永远 永远 永远永远 永远 永远 永远永远 永远 永远 祝您平安 祝您健康 祝福快乐 永远永远 祝您健康 Zither Harp 即使难再见 隐缘隐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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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又会相见 永远永远 永远永远 祝您平安 祝您健康 幸福快乐 永远永远 Goodbye my friend 本节目由多伦多佛光山佛光会共同制作 佛光山佛光会与您一起共创幸福人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